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螺蛳粉 一定要快忙哦 不会煮的 我现在煮螺蛳粉 可是杠杠的 煮粉一定要冷水下锅 这些粉才会根根分明 直接就把米粉倒下去 煮个10到15分钟 煮熟了 之后再捞出来 里面不是有一个醋包吗 再放一点醋下去 跟这个粉一起煮 粉会更加Q弹一点 放一点就好了 不用放完 现在就等它煮开煮熟 我们准备了配料 今天灵魂螺蛳粉的灵魂 先把空心菜给它掰好 洗干净些 要煮多久啊 煮开 煮10到15分钟啊 刚刚不是说了吗 像这样子筷子能夹断就是熟了 然后把粉捞出来 过一遍冷水 过冷水也是因为过了冷水之后 粉会更加Q弹一些 过了冷水之后把米粉捞出来备用 然后等一下再把调料放下去就好了 就是那些配的小菜嘛 哪一碗是我的啊 你想吃哪一碗 我要多的 都是一样的 要不就分多一点给你 这些配料是不用煮的 直接倒下来 等一下煮一个汤底就可以了 配料还是挺多的哦 富足酸豆角 木耳酸酸 还有花生 烫青菜喽 把空心菜烫一下 现在煮汤底 煮汤底的水不要放那么多 因为你放太多了 那个味就不够了 这个糖料包是用鸡骨架螺丝 还有鸡骨骨 现在最重要的来了 有些朋友说 会太辣了 吃不了辣 但是辣椒的程度是可以自己调节的 就是这个辣椒油 你放一半就好了 或者放三分之一 自己吃多辣就放多少 要吃辣一点的话就把这辣椒油全都放完 我一般是放一半 这个醋包要吃酸辣的话就放一点点醋 不放完也可以 反正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节的 我放醋一般是放三分之一 这汤料包煮开了 就倒下去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一碗螺丝粉就煮好了 螺丝粉 当然要配一碟甜楼了 哼哼 还有可乐 太爽了 快乐肥小酒 快乐肥小酒是什么意思 你居然不懂这个词 那里有香蕉醋 你要不要吃香蕉醋 可乐就可以了 干杯 干杯 辛苦了 切一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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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吃 我都很大口吃的 吃得好爽 吃完再说过 我煮的螺蛳粉太好吃了 是我们的螺蛳粉好吃 下次一定 我做螺蛳粉就买热菜这个 我煮的热菜 我煮了热菜 这吴热菜 就是吃ką碎 这个是滴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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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滴热菜 只滴热菜 这个滴热菜 就是滴热菜 最滴热菜 这是滴热菜 我们的人们烹热菜